《经济日报》今天推介九龙仓置业1997 选择原因是中港积极初商恢复通关 有利本港零售相关版块 股份关注九龙仓置业 拥有海港城时代广场两大商场的九仓置业 业务逐渐由疫情恢复 业绩由去年下半年开始持续改善 彭博综合市场预测 九龙仓置业2021年盈利预料大约71亿元 按年扭规为盈 股价走势上 九仓置业近期升穿43元的阻力位 呈现突破势头 昨日疫史升超过3% 收报44.8 策略上有货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没有货的建议在43元附近吸纳 第一站是看48元 跌穿40元就要减持